卢州五福宫将在中路儿童公园旁重新兴建 日前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特别邀请了相关单位开会讨论 庙方以及在地的里长都希望未来庙宇能和公园以及社区结合 卢州五福宫主要祭拜福德政神 由于历史悠久又有其渊源 因此在当地又有土地公王的称号 如今庙宇将在中路儿童公园旁重建 备受各界的重视 最主要我们听我们理督的说 希望结合我们的中路儿童公园 那么结合这五六里 未来可以说结合地方 包括我们的社区 然后把它纳入以后 刚才我看到建筑师的说明 这个土地公司不一样 因为非常旺盛 而且整个设计也很流行性 可以说转性 第一个不一样的土地公王 我也绝对相信 在我们国民大家努力打拼之下 这个旺盟一定会保有 我们国泰民 我们风调以顺 够给大家顺利 五福宫是卢州土地公国的主要信仰 它涵盖卢州十九里 已经有130几年的历史 所以最近买了一块地要新盖 拜托大家有机会来产摆 以及兴建时间要募款 大家都多来捐献 来让五福宫重建 让土地公王有一个新家 谢谢大家 由于五福宫将兴建在中路儿童公园旁 庙房以及在地里长都希望未来 能和公园以及社区做结合 新北市民政局将和相关的单位 尽力来协助 那今天有关相关的一些建筑的事项 当然要等到我们建筑执照 使用执照都完成之后 那再来我们就是民政局这边 才有办法完成一个寺庙登记 到时候配合整体的一个地方的一个 公园的一个开辟 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 相关的一些公共设施的需要 我们再来做一个评估 中路儿童公园目前并没有厕所 因此里长们也提议新建厕所 为让整体的景观更为一致 也考虑和五福宫新建案的设计做搭配